红淮南说 航空运输因检讨价格 油价大跌 短短半年内 油价就跌了7.6元 该高兴也该有感了吧 财富呢 吃的穿的用的 连车费都没降价 太没天理了 立委卓在立院质询时说 油占了客运业者成本的三成 货运业者的两成 航空业的四成 油价大跌 业者却照早 物价也继续涨 因此逼交通部 要让人民有感 中央银行总裁 彭淮南在大巡时说 航空业交通业应该检讨价格 交通部长叶匡时也说 会检讨各种交通的票价 但要先看目前油价 是否比核定票价时的油价低 活到科技业者则说 票价已动涨8年 当时的油价比现在还低 没有调降的空间 银行局也说 目前航空燃油还未降到 可降价的门槛 至于台铁 这个月底将提出 票价调整方案 董新闻 大家都没涨 到底是谁在涨 报导